我必须讲 蔡英文的网军真的非常厉害 那么他先贴了一个文章说 在这个还没有厘清事故原因之前 因为这个蔡某总长是 台湾的军事将里面最高阶的 指挥所有的战况的一个调度 所以他其实他就在隐身 他隐身什么 他隐身不排除 有外力介入 国共两党联手 要来想要影响这场选举 或是摧毁台湾的一个武力的防备 我认为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他当然希望做选举的操作 第二个就像郁牧民主席讲的一样 这个是坠毁而不是迫降 我们知道全球的这个黑鹰机队 大概到目前为止 已经发生了连这一次的事故 332台的坠毁 那么这次的事故也非常的奇怪 就据目前的这个 可能募集这个坠毁事故的 这个民众讲 他说在非常低空的地方 盘旋了三圈以后 就忽然就坠毁了 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说 今天民进党说要把它弄成迫降 是希望把所有的责任 给那个这个驾驶者来承担吗 然后来免除美国方面的责任吗 现在就说可能他为了怕 这个我们要去跟美国索赔 台湾的民意走向这样的导向 所以宁可把这个事故的缘由 归向我们的台军的弟兄吗 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这样子做政治操作方法 其实是让非常多的台湾人反感 除了要转移对美国索赔的这个重点 甚至把它拿来当成是一个 指涉 影射 就说这个国民党现在 是跟这个共产党是同路人 我认为他的文章就是要拿来影射这样的意思